各位同學,今天和你們講Coordinate Geometry 和我們中四第一課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很有關係 我們重複中三學的東西 斜律,Slope,Slope of AB,公式 D-Boy over C-A Mid-Tone,A加C除二,B加D除二 距離,A-Boy,Distance,A-C固二次加B-D固二次開方 這個有這樣的公式 我寫一下,讓你們看看 這一題這樣 CD,兩個可電力,我想找一個情率 那我怎麼寫呢? Slope of CD OK,Slope of CD 7-3 5-3 看一些公式 OK,7-3,5-3 OK,4 over 2,等於2 那你現在找一個Mid-Point Mid-Point of CD OK 3加5,除二 3加7,除二 那你就找到 8-2 是4 10-2 是5 所以它的Mid-Point是4 如果再找它的Distance Distance CD OK 先看看公式 這裡 3-5,或者5-3 是甚麼意思 今天就使用這點 5-3的二次 再加7-3 的二次 OK 那記得開方 深算一下 這個2 2的二次是4 OK 7-3 就是4 4的二次 就是16 好 那開方20 那有時候 In terms of set form 就是用這個答案 就表示 今天就搞定了 那有時候 我們學左衝三個比 有很多 記住 平衡 平衡 OK 如果是平衡的話 slope 呢 就 一樣 OK 平衡的話 斜了一樣 垂直 垂直 垂直的話 L1垂直 L2 那麼slope L1 乘回slope L2 就等於 負1 OK 那記住這些 commeratives 要積串 perpendicular parallel 這個字 OK collinear這個字 為什麼 共線 共線 共線的意思 就是同一條線上高 計算了它的 兩點的斜率 分 有三點的 例如這三點 OK 三點 如果A B C問你是不是collinear 的話 證明這三點 AB的斜率 等於 BC的斜率 就是共線的 那你記住這三個 property 對我們很有影響 我們要適用的 OK 那我放一條collinear 給你看 他問你這三點 好了 放大一點 他問你這三點 是不是collinear 那剛才說過了 找回你的斜率 好了 找斜率 等一下 那是 slope PQ 然後 1-2 1-2 2-4 這樣寫 1-2是-1 2-4是-6 OK 再找 slope QR 0-1 8-2 咦 又是-1 很快 咦 一樣的 所以呢 D Collinear OK 先學習 那你要自己小心點 好了 如果現在要你另一條第三位的話 AB 是這樣的 AB是這個量點 C也是這個量點 那叫你證明AB和AC垂直 證明垂直 找回你的斜率先 斜率 好了 那你就要找呢 0-3 0-3 0-3 OK 後面了 -6--3 就是-3 -6加3 就是-3 -1 好吧 那slope of AC -4-3 4-3 OK -4-3 就是-7 4-3 是... 是... 計錯了 這個是正一 這個是-1 那你看到了 slope AB 乘回 Slope AC 等於負一 所以呢 所以 AB 就垂直於 AC 了 這就是那個格式 你小心點計數 OK 那就先學著這麽多